多樣的方體 大家好 然後即將要出國的 然後還有剛回來台灣的同學大堂 然後剛回國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學校 我是10年到11年去 去美國的地域 但是是住在加拿大 然後我覺得 在外地當然就是 人家會給你非常客氣的 就是對你非常客氣 但是回來台灣之後 父母啊 有些父母可能他們的想法比較不同 還是比較根本的影響 然後反應的還是跟以前一樣 不一定會發覺到反應也不一樣 然後 然後 我要講到有變胖這個事情 是我在國外沒有變胖 然後還變瘦 然後結果我回到台灣之後 非常喜歡吃東西 然後吃到可以吃 然後 然後 呃 我覺得學校這個事情 比較難解決 然後 因為你剛到學校 你剛回到學校 你剛回到學校 然後 認識的同學也是不一樣的 然後 大家 幹嘛 不一樣 然後覺得 你回來回來 然後比較厲害一點 然後 你就會有點偏見 然後 然後 老師方面 也有人 看這個 這個要非常小心 自己對我 對他們 太多了 不要那麼高 對 然後 我覺得 最困難 就是自己點 然後是給大家